火山地區底下通常都有岩漿庫 岩漿因为很高温 它会有火山的气体 甚至有一些水 它都会好像我们煮一个开水那样 在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室 桌上放的正是1000度岩漿融成的石头 北台湾密密麻麻100多个侦测点 这一次确实测到大屯火山群的心跳 大屯火山群比往年更活跃了 还发现以往没有的火山通道 这个当然示意图 其实这个我们看起来大概两公里的高度 然后在宽度 就是直径可能就是大概500公尺左右 然后这个通气口上来就是 就是火山喷花的气体 它的火山气体在底下 岩漿库它就慢慢的跑上来 然后它就形成一个通道 它底下一直在加温 不过教授说 就算火山爆发 从地底岩漿库冲出到地表 能监测到有足够的应变时间 我们经过申请 独家进入火山禁区 地科专家们配备有温度监测器 这样这样 好好好好 即尖刀和救命水 接下来展开半个多小时的角程 这盲草如果徒手去打 手是会被割伤的 前往火山口禁区 走到没有路的路 这个喷气口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 我们现在可能在走一小段路攀爬就可以到顶上 可以带观众很明显的看到 大屯山这个喷气口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120度 这个大油坑喷发口 对应到这个1比5万等比例缩小模型 以橘色液体模拟岩漿流 假如喷发点在沙茂山 绿色液体模拟岩家 会流到士林北投方向 它就是往这个低洼像河谷的地方一直流下去 这边是文化大学 对 然后这边是海域伤害大学大学 就是所谓的竹子湖 这边是行政区是北投区 这边是你看这是大陆 它可能流到某一个点 它就慢慢的冷却 然后就凝固它就停在那边 那如果这个量是一直喷上来 它这个补充越来越多 它当然就一直往下流 博士说最怕的不是沿浆流 因为人跑的速度比它快 而是瞬间喷发的火山灰 金山石门两处核电厂 都在大油坑山另一侧 就怕火山灰飞过山头堵塞冷却槽 这些都是该有因应的对策 越来越大